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完这些话 韩丽的声音戛然而止 显然人早就走远了 大汉和中年儒生互相看了一眼之后 却不禁面面相去 韩丽的确已经飞离了五里沟 并且早已顿出了十几里外之远的 在传声最后几句话之后 就头也不回的化为了一道青红而去 现在的韩家之人 说起来和他有点关系 但他心目中的真正家人始终都是父母和兄长小妹几个人 如生和大汉 虽然说对他是恭敬至极 韩丽还是无法生出过于亲近的感觉 毕竟啊 这么多代的阁膜 再加上青牛阵 五里沟之地的改变 让韩丽有一种难以融入 十分陌生的感觉 不过回过了家乡一趟 心中的最后一点牵挂总算淡化了下来 相信再经过一些岁月的消磨 最终这点联系也会变得无足轻重起来 韩丽默默地想着 认准了方向之后 加快了顿速 几天之后 韩丽在途中经过了兰州 心中一动之下 特意绕道看了一下家园城 结果啊 进城后才发现 此城同样的物是人非 不但孙二狗和四平邦早就烟消云散 就连曾经危阵整个兰州的五色门同样早在百余年前就不复存在 而被一个新崛起的天一会所代替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五色门当年背后似乎有灵兽山的影子 而这灵兽山呢 在和魔道决战前又突然倒戈回归到了御灵宗 而现在的越国已经掌握在了鬼灵门手中 如此说来 五色门的没落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就不知道当初的墨玉珠和奇女殷宁没出什么意外吧 可惜当年之事相隔太远了 杭力即使稍稍打听了一下 也是没有得到什么消息 无奈 叹息了一番 也就匆匆离去 至于孙二狗 虽说这孙家说过奉他为主 但他从来没有真正要求孙家做过什么 反而前后给孙二狗不少好处 打听不到孙家的消息之后 也没有理由太往心中祭奠 于是 哈利离开了家园城 心中再无牵挂的只往元武国而去 准备穿过元武国 就此返回洛云宗 但是 在他刚离开家园城半天 忽然间神色一愣 人在高空停了下来 他一扭头 人往一侧的远处眺望了几眼 双目不禁半眯了起来 而与此同时 远在二百里之外的一行人同样的停下了顿光 其中两名白衣女子更是犹豫的互相看了一眼 玉容上升起了一丝凝重之色 两位师叔 出什么事了 难道有什么不妥吗 两位白衣女子身后的一位老者兼二女的表情 有些紧张地问道 嗯 刚才我们感应了一下对方的位置 可灵鹰忽然停止前进 在那里一动不动 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发现了我们的踪迹 其中柳眉凤眸的白衣女子 眉宇间的慵懒之色荡然无存 相反的 她整个人露出了一种刀锋般的锐利气势 不可能吧 那就是原因其修士也不能感应到如此远的距离 难道刚才两位师叔施展了秘工 惊动了被禁锢的原因 所以对方才察觉到了不妥 另一位看似凶猛的汉子 脸色一变 不可能 我们的功法是你们的师祖亲自传下来的 只是单方面感应智慕灵鹰位置的 对方只要法力为修炼之原因后期是察觉不到什么异常的 毕竟我们和对方可是相隔数百里之遥啊 普通猿鹰修士就算神识再强大异常 一般也顶多能观察到方圆百里的动静 就算可怕至极 难道我们追得禁制灵鹰的修士 真是哪位后期的老怪物不成 姓柳的女子摇里摇头 断然的否认道 可是 柳师叔 那对方为什么又会 四名驻鸡漆修士的绿山女修还是担心的想说一些什么 但是猛然间一旁掐绝不作声的韩云芝神色一惊开口了 不 林英的位置动了 正向我们这边飞来 什么 向我们这边过来 难道她真的发现我们了 柳女子是花容失色 急忙也掐绝感应着什么 那近之灵鹰之人真的带着灵鹰过来了 而且速度快的出奇 肯定是元英妻的修士没有错了 结果片刻之后 此女脸色一寒 非常肯定的说道 快跑 绝不能和此人动手 否则我们必死无疑 我记得繁州鬼灵门分坛就设在附近 我们几个人就往那里逃 虽然两家有些不合 但毕竟同属魔道一体 面对这不知名的原因其修士也只有借助那里的阵法自保了 况且对方还不一定真敢明目张胆地攻击鬼灵门分坛 我们逃掉的机会很大 韩云芝略微沉吟了一下 缓缓地说道 韩师叔所说没错 我们快走吧 否则他就来不及了 绿山大汉听到说有缓婴妻修士要过来 不由得吞了口口水 有点惊慌起来 哼 慌 慌什么慌 这还用你说 我们六个人施展林和爵 将六人法力连成一体 这样足可以让顿速提高进半 快点施法吧 那姓柳的女子一挑双眉 神情冰冷地扫了大汉眼 大汉吓了一跳 不敢再多嘴了 随后以韩云芝和姓柳的女子为主 六个人开始施法 各自祭出法宝法器 竟凭空将灵气连成了一片 仿若一人般地化为了一道黄光 向来路破空飞顿 大速度 奇快无比啊 而这个时候 韩丽已经在另一头脸色阴沉的全力飞来 神识现在有多强 就连韩丽自己也不太清楚 只知道存心施法下去 凭借第四层的大眼觉 神识足可以将百里之内笼罩其中 而过了百里之后 虽然没有法子 事无巨细地全部探测个究竟 二三百里内的大概动静 也能感应到个八九不离十 刚才他就在途中 突然感受到周深多出了一道隐蔽的古怪灵力 并徘徊身边不散去 这让韩丽可是大吃一惊啊 这个灵力微弱诡异至极 若不是他神识强大如斯 普通原因其修士还真不易发觉 虽然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 但是韩丽知道麻烦上门了 据他猜测 不是在袁武国灭杀富家满门之时暴露了 就是在太阅山脉随手收拾的那些鬼灵门修士 起了什么事端 于是他想也不想的将神识四下散开 果然在身后二百里外的地方 侥幸发现了几名修士正在鬼鬼祟祟的跟着自己 虽然因为太远还没有查明这几个人是谁 但是韩丽已经动了杀心 毫不迟疑的飞顿而去 队友能力顿迹找到自己的修士 他绝不会让他们掉在自己身后 看来还是早点铲除为妙 以免是后患无穷 毕竟对方看起来只有两三名结单修士 猎杀对方应该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 顿时一道粗大的黄芒 在墙面拼命的飞顿 远远的另一端呢 一道长约十来丈的耀眼的青红 发出阵阵清明的在后面脊椎啊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只短短的一小会儿功夫 韩丽所化动光就已经接近了百里之内 这让前面不识施法感应韩丽位置的姓柳的女子 不禁面容苍白 终于露出了一丝惊惧之色 因为照这样的追逐速度来看 他们六个人尚未逃出一半距离 就会被后面的元英奇修士追上 根本来不及逃进鬼灵门分坛之内 心急之下 此女一回头 想和身旁的韩云芝 在商量一下逃命的对策的时候 这韩师姐却先面容一喜 低声说 快看 前面有一对鬼灵门的修士 好像正迎面向我们过来 鬼灵门修士 韩云芝这不大的一声低呼 让姓柳的女子那是精神一振的 也让老者等四名御灵宗修士 同样心中一喜 虽然说不期望 对方有足够的实力来对付这位元英奇修士 但是能帮他们稍微抵挡一下 拖延一下时间 那也是好的呀 果然刹那间的功夫 其他人就也看到了对面 隐隐约约的多出了十几个黑点出来 看到这里姓柳的女子心中稍安之鱼 暗暗的瞅了一眼韩云芝 对自己这位韩师姐居然比自己要早得多的发现鬼灵门的修士 暗自一临 智慕陵英 她只有一个 她和韩云芝表面上是师姐妹 实际上却存在了二者择一的关系 平常师姐师妹师妹师姐叫那叫一个亲热 那叫别人一看 这还什么师姐师妹呀 这纯粹就是义乃同胞的亲姐妹呀 您别忘了 这可是表面呀 那暗地里别人您看不见的时候 却竞争的极其激烈 举个例子来说吧 两个人见面呀 这嘴里呀都跟抹了蜜似的 可是这手里都跟按钻着一把刀子似的 都希望能让自己有机会和智慕灵鹰融合 把那个给剔除 毕竟这种一步登天的机会 谁舍得放手啊 这个时候六人所驱使的黄芒瞬间 到了那鬼灵门修士之前呢 结果灵气一散 六人各自光滑一脸 再次分开的显露在了这些修士面前 这些鬼灵门的修士 那也不是吃干饭的 早就发现了御灵宗的这几个人 虽然说没有马上做出什么不善的举动 但也是人群一散 做出了戒备的姿势 那个意思就是说呀 如果要打 你们也别心存侥幸 我们这早就有准备了 可是当看清来人的时候 有一个人感到惊讶了 哎 这不是御灵宗的韩师妹和柳师妹吗 两位师妹经到月过来了 那可真是稀客呀 这对黑衣的鬼灵门修士中啊 走出了三名结单旗修士出来 两男一女 这三个人 一位面容沉稳身着乌衣 一名紧衣紧袍目光轻浮 最后呢 则是一名三十来岁风韵幽存的女人 哟 原来是碎魂前辈门下的寻师兄啊 这可真是巧了 姓柳的女子 一见这三名碎魂真人的门下弟子立刻焉然一笑 但是对面的乌衣修士三个人听了这话 却冷冷的打亮了他们几眼 脸色显得有些阴沉 其中的女人更是面带不善之色的问道 哟 巧合 说的可真好听啊 我说两位义林宗的师妹 您不好好的待在元武国 为什么要偷偷的跑进越国来呀 难道对我们鬼灵门这么轻视吗 林师姐 瞧您说的 恐怕呀 这里边有些误会 我和韩师姐此次到越国 那时奉了我们家师的命令才来的 因为事情紧急耽误不得 所以呢 才没来得及通知贵门此事 而且我们在越国只是短短的待几天就要离去的 绝没有怠慢贵门之意 不过两位师妹为何到越国来 群某也不想多问此事 我现在只想问一句 两位几天前有没有去过太岳山脉 取什么东西啊 那乌依修士双目盯着姓柳的女子毫无表情 太岳山 徐师兄说的是原来越国七派黄峰谷所在的那个太岳山脉 韩阴之眉头一皱脸带一丝古怪之色 怎么 两位师妹真的去过那里了 姓寻的修士不动声色 这眼睛里边却隐隐的有一丝寒光闪过 看来听了他们的回答 这家伙心里很不满意 听了这话呀 旁边的锦衣书生和妇人神色同时一紧 脸上露出了唏许的敌意 韩云之和姓柳的女子一见到这样 两个人下意识的交换了一下眼神 这俩人是谁呀 那拔出个眼毛都是空的呀 没长毛 长上毛 那跟猴一样聪明 他们觉得对方话里的不善之意 绝对不是什么好意呀 这说不定再说下去就会打起来 不过他们一行人根本没去过什么太阅山呢 倒是因为一直用功法遥控探测那灵鹰的位置 知道尽致灵鹰的修士 似乎在太阅山那片地方停留过小半天 于是姓柳的女子这眼珠滴溜如一转 姓纯违章 太阅山 哎哟 我们姐妹是没有去过 但是我们身后百里之外 却有一名修士在太阅山滞留过 时间嘛 也和师兄说的差不多 哎 莫非寻师兄正在寻找此人 百里之外 柳师妹 不是在信口雌黄吧 你们如何知道对方在太阅山停留过的呀 难道也是贵宗的修士不成 那锦衣如生啊 两只眼睛肆无忌惮的在两个女人的妙慢的身上转了好几圈 忽然笑嘻嘻的说 哎呀 却师兄 您说笑了 我二人身在越国 怎敢如此明目张胆的欺骗几位师兄啊 哎 不信的话 师妹可以对天发誓 师兄过去一问 就知此事是真是假 那个人 我们可不认识 至于为何知道此事 这说起来吧 还真的有点复杂 现在小妹还要及时需要赶路 改日再向师兄仔细解释一下如何呀 幸了的女子